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道理農場棋植物園鄰近的林錦公路 一直是往來大埔和元朗的主要道路 放眼望去 你又有沒有想過 這條欺來仰往的交通樞紐 見證過新界一場 鄉民和港英政府之間的戰爭 這場歷時六日 近乎被遺忘的戰爭 甚至大大影響日後英政府對新界的處理政策 清末期間 香港島和九龍半島先後被割讓給英國 到1898年 英國以防衛港狗需要較大地方為由 和清政府簽訂展托香港戒指專條 租借新界 範圍在界限街以北和深圳河以南之間 和大嶼山等附近二百多個離島 一片以農村為主的土地 遭期99年 期限由1898年7月1日 至1997年6月30日 反映情緒 再加上自己成長和生活的地方 突然被另外一個國家的人接管 新界開紋面對著種種未知 難免充滿憂慮和不安 新界本身所沿用的都是大清時代 他們所用的土地繼承的法律 還有一些不同的風俗文化 於是去到英國人接管的時候 他們擔心會出現好像港島 或者九龍裏面的城市化問題 可能會損失他們的權益 另一方面就是警署的設立 有機會影響到他們一些風水和治安的問題 當時英國忽略了鄉民的情緒 英國簽訂專條後 沒有立即接管 只派出時任副政司洛克 自1898年8月起 撼拆新界各村 然而由簽訂專條至4月實質接管期間的9個月 洛克以及清政府都沒有把握機會 和新界鄉民好好溝通 就在這段時間 對未來惶恐不安的鄉民 暗地裡計劃反抗 主要新界區民可以分成元朗派和大報派的 1898年的時間 10月 其實他們本身都開始醞釀集資 去打算抗擊英軍 不過香港政府調查後就沒有深究了 1899年3月的時間裡面 真是中英雙方談好戒指方面的問題的時候 真是去做調查 或者下來叫做戒裝的時候 於是他們就發覺事態嚴重了 會不會影響到自己的自身利益呢 於是就在達德公所那裡開會了 去到1899年3月28日開會之後 亦都發出了一份抗英揭貼 呼籲平山的鄉民支持武裝抗英行動 同時間大埔的村民也蠢蠢欲動 港英政府原本計劃在4月初去大埔 舉行升旗接管儀式 直到奉命到大埔興建接收新界儀式 即職棒的工人也被當地村民洞嚇 港英政府先意識到 鄉民激烈的反對情緒 儀式延至4月17日 在1899年4月3日的時候 這個總緝部長 相當於今天的警務署署長 梅瀚李大同數名警察 由香港港島出發 當時就去到今天大埔的回歸幾年 塔的位置就登岸 希望就在這個泰和文武廟那裡 和鄉親去談接管的問題 並且在大埔混頭角利的小山丘上 興建隻棒 作為臨時的警署 升旗接管儀式也會在此舉行 不過鄉親和村民的激烈反對 興建隻棒 當晚的隻棒也被大埔的村民消毀了 港英政府終於意識到時太嚴重 為了平息鄉民怒火 清廷和港英政府 分別在4月初曾經廣發告示安撫村民 說明管治新界的方針 強調會盡量維持現況 4月12日 港督卜曆更與平山父老緊急會談 澄清港英政府 不會在接管之後搶奪他們的產業 可惜為時已晚 公告發出得太遲 沒有辦法改變情況 鄉民如箭再言 再度向政府反抗 4月14日 鄭棒再次被銷毀 元朗鄉民原本打算 等到4月17日 達官貴人到齊先行動 如今決定跟隨大埔鄉民提早起事 新界鄉民和英政府之間的六日戰爭 就由1899年4月14日的火燒澤鵬事件開始 4月15日梅欠里 帶領警隊經海路登陸調查 佔領了大埔雲頭角里的小山幽 但上岸後遭受到西面的錦山 北面的新圍仔 和西北面的淹豪山 三面山頭村庸的攻擊 令到英軍陷入險境 據說當時警察只有百多人 要抵抗過千名鄉民幾方的夾擊 而村民手持近似清軍的軍旗作為識別 去到傍晚的時候 英軍開始彈盡 在這個時候 明望號皇家驅逐艦 就載著援軍和彈藥 來到吐露港 開始炮軍山頭 而火力優勢頓時逆轉 村民一見世識不對勁 於是向臨村方向撤退 經過4月15日發生在梅樹坑的這場戰爭 為免夜長夢多 港英政府決定將接收新界的升旗儀式提早一天 在4月16日舉行 星期當日異常平靜 最終順利完成 但由於元朗一帶尚未平息 每天英軍順跡向臨村開盡 村勇在臨村坑建立陣地 為何會選擇這個地方 一來它的戰略價值比較高 它在居高臨下地位裏 可以撫視到英軍裏面的部署 而另外它本身是通往元朗的遙渡 亦可以看到元朗和大埔兩區的動靜 所以它選擇了這個地方 英軍視察完臨村坑回去直爬之後 村勇向臨村坑進發 向英軍發動攻勢 英軍當時措手不及 但英軍始終有行軍經驗 所以到最後將這班村勇迫退 回到臨村坑陣地 而他們佔有高地優勢嚴陣二代 而當時英軍由於他們的炮兵隊 因為始終山路崎嶇 機動性上就未能夠趕得上上山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用火炮去進行還擊 到最後英軍部隊決定兵軍三路突襲 而村民的土炮很難調教那些方位 所以到最後他們的質疑方面就被人擊散 他們都要向後方再進行撤退 臨村坑之敗 令英軍可以長驅直進至八鄉和錦田 促使爆發第五日的石頭圍之戰 而石頭圍也即是今天的永慶圍 4月18日來到戰事第五日 兩軍都在上村的位置集結 其後就在石頭圍交鋒 當時村勇他們所使用的武器 就明顯比起英軍來說當然是沒有那麼精良 可能都是用土炮、火繩槍、弓箭、大刀、關刀等類型的冷兵器 很明顯在軍備上他們有一個差異 所以他們正面交鋒的時候毫無招架之力 戰鬥在密集的火力之下順則結束 反抗軍全軍潰散 軍團常衛百傑和洛克率兵追擊到錦田 而英軍也順利推進去到元朗 去到4月19日的時候 反抗軍已經無力還擊 村落已經向英軍投降 維持六日的戰爭就這樣出現了 但是這場六日戰爭就令到新界鄉民 帶來了一個商幕 一些學者 根據他們祠堂裏面的悲技 他們就計算當年死傷的人數 可以去到500多人 其實今天都會有不同地方去紀念這班烈士 好像達德公所和十八鄉大樹下天后廟 都設有烈士靈位 而位於錦田馮吉香廟國園的二重 也是唯一存放有烈士骸骨的公勞 事後作風凌厲的傅政司洛克 先後率軍到八鄉、錦田、平山和下川壽航 更強行拆走位於吉慶圍和太康圍的鐵閘 運回英國展覽 希望藉此以景效由 在平息動亂之後 福力就認為鄉民他們為何會反抗 是因為一些流言或者一些所謂的謠言 就造成了一些誤會 所以其後他們就將新界的問題 就溫和化了 我們叫做 例如說將軍隊撤離 在指令日子裏面 另外也將新界裏面的村民的權力 盡量去予以保留 其後 福力去籌組這個分約鄉市委員會的時候 也有抗英首領加入了 新界的鄉民也想到 原來當年他們處理上有很多不治的地方 也看到政府本身帶有一個誠意 所以官民合作就達成了 1903年 福力卸任港督 他在定例局的告別演說上 讚揚當年抵抗英軍的村民 他們為了捍衛自己的生活習俗和家園 膽敢與一個實力曠世無疲的強國全面開戰 我不得不對他們給予應有的同情 因此我選擇跟他們合作 在六日戰爭之後 殖民政府為了方便他們管理 分別在大埔、咬頭和平山 在山上擺這個景處 在一個高地看去一個低地的時候 就有效地看到大使族本身 他們有甚麼行動 會不會有人聚集之類的事情 所以其實在治安管理上 是有他們的好處 剛才說的鐵閘門的問題 在1925年就有個解決 由英國運回來 這個行為就安裝回去 於是六日戰爭的問題 就是盡量淡化了、平息了 事駕八年 現時戰區範圍的元朗大埔一帶 已經看不到戰爭的痕跡 至於升旗儀式的所在地 混頭葛里小山休期後於1899年 建成大埔景處 逆職今天的陸會學院 裡面特設展板 簡介六日戰爭和景處的關係 紀念這一段重要的歷史 其他政府建築也相繼在景處旁邊興建 大埔舊景處的佈局是相當簡單的 在這裏大家會見到有三個建築 第一個比較大的就是主樓 另外就是員工宿舍 再後期一點就建了我身後的警察飯堂 也是單層的設計 在這裏你們會見到很明顯的 中西合璧的建築物的殖民地建築特色 包括了一個荷蘭式的山場 它就有一個很感覺到歐綠式的西方設計 在裏面 另外就有一個啞片的屋頂 這一個是起兩層的啞片 可以做到隔熱的功能 令到當時英國人來到的時候 容易適應香港又熱又潮濕的天氣 除此以外也是在建築物的外面 加了一個有蓋的油廊 讓它們可以通風和遮陽 在今天來說 這些都可以說是一個低碳的綠色設計 2009年 舊大埔景處被評級為一個一級歷史建築 在2010年的時候 嘉道理農場就和政府合作 藉著這個活化歷史建築項目 去將這個地方活化 變成今天的陸會學院 希望嘉道理農場用這個地方 去推廣一個永續生活 和展示一個綜合的保育設計 來到這裡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 好像由大埔區很旺的一個地方 上到來就是一個綠洲 我們來到的時候 很多的大樹包圍住這裡 其中就有兩棵的古樹名牧 在這裡 見證住這裡的成長 也造成一個生態豐富了的演變 另外就是在我們的側根 也有一個露鳥林 是很出名的露鳥繁殖的地方 接收這個項目的時候 其實都有幾個很重要的使命 我們希望達到的 第一個就是 將歷史建築和自然和諧結合 希望大家認識一個綜合保育的設計概念 第二就是當人來到我們這個地方的時候 可以享受這個這麼漂亮的環境 感受人和自然的聯繫 其中一樣很重要 我們希望可以推廣這個永續生活 譬如我身後就有一個衛食堂 就是我們這裡的餐廳提供素食 也是宣揚一個低碳飲食文化的 另外大家也可以來參與我們不同的課堂 譬如我們有住宿的地方 也會請一些外國的老師來 分享一下一個永續發展的社區 可以大家和心合力怎樣做 好朋友 請問我想請客 請問您 理解 為歌 您 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